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漢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来的呢 今天要介绍的字是什么 一起来看看吧 漢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漢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嗨仔 哇 盛装食物的容器 豆 原来是个豆字啊 像一个高脚器皿 上面一横是盖子 中间是装食物的容器 容器中的一横表示装在里面的食物 哈喽 甲骨纹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硅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眼镜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豆的经文 小传 历书 凯书 豆 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豆 也可以当作身符组字 例如牛豆的豆 豆扣的豆 豆这个字真的很有画面 就像一个装东西的器皿 谢谢汉仔 汉字书故事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林洋哥哥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请看这边